恭喜赵路斯饰演的角色阿音 其角色温度指数在腾讯突破100万隐藏的神 突破600万预定 成为腾讯T.O.P.E 腾讯上的前所未有的记录 首先 不得不提的是隐神 在腾讯平台上取得的惊人成就 该剧超过了600万次的预约观看量 这是中国电视播出史上前所未有的数字 这部剧的吸引力不仅仅体现在 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上 还在于他带来的期待和承诺 赵路斯的突出表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赵路斯 他不仅赢得了粉丝的心 还在各种排行榜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他饰演的A音角色征服了观众 将角色的热度指数推至100万以上 这不仅是对他的一大喜讯 也证明了赵路斯在娱乐圈的才华和吸引力 是无法否认的 观众的期待 隐神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古装剧 他带来了新鲜的形象 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和引人入胜的情节 赵路斯和王安宇的结合创造了一个默契的对 承诺给观众独特的体验 艺术风格和视觉影像 隐神的海报和宣传资料也是亮点之一 以精美绝伦的图像和高质量的艺术水平 赵路斯穿着闪亮的浅蓝色礼服 王安宇穿着金色的古装 以及出色的配角阵容 共同营造了一个生动而神秘的古装世界 隐神改编自同名畅销小说家精灵的作品 讲述了原开王安宇是白爵之子和上古之间的复杂爱情故事和冒险旅程 结合了仙霞和古装的元素 以及引人入胜的情结和冲突 承诺将观众带入一个充满色彩和情感的世界 预测和期望 毫无疑问隐神有潜力成为今年最成功的电视剧之一 如果该剧像预期的那样获得认可 赵路斯将不仅巩固他在娱乐界的地位 还将开启古装剧的新时代 总而言之隐神不仅仅是一部娱乐作品 而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作品 紧凑的剧本 出色的表演和精致的视觉艺术结合在一起 创造了一部值得期待的作品 对于喜欢古装剧的观众来说 隐神无疑是2023年不容错过的一部电视剧 神隐赵路斯领衔主演的引人期待的四十集古装剧 随着高度期待的四十集古装剧 神隐明天即将首播 充满了期待 赵路斯担任女主角 该剧充满了引人入胜的元素 有望成为一部重磅剧 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 该剧的亮点以及令人期待的原因 首先 神隐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制作团队 他们此前曾制作过成功的剧集 该剧由陈嘉琳指导 他以陈情令而闻名 编剧刘芳编写 刘芳以莲花楼和琉璃而著名 该剧由经验丰富且才华横溢的专业人士掌舵 他们以往的作品备受好评 拥有忠实的粉丝群体 因此对神隐产生了很高的期望 该剧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 齐卓越的艺术指导 艺术总监邵昌勇 因在《狼牙榜》和《伪装者》等 热门剧集上的工作而享有盛誉 他将他的创意专业知识带到了神隐 他精湛的能力可以打造 令人叹为观止的场景 服装和整体美学 因此观众可以期待着令人惊叹的布景 服装和整体美感 神隐的情节是将其与传统古装剧 区分开来的另一个方面 该故事打破了传统 男女主角都是与众不同且弱小的角色 他们不依赖于武术实力或政治阴谋 而是通过与怪物的战斗来不断提升自己 这种对叙事的新颖处理承诺 为这一类型注入新的生命 以其独特的奇幻和动作元素吸引观众 引发广泛关注的剧情元素之一是 贯穿整个故事的非传统主仆关系 在神隐中 主要角色签订了一份带有转折的主仆契约 仆人的任务是驯服主人 这一动态关系承诺为他们的互动增添 复杂性和深度 这种对传统主仆关系的有趣转变 暗示着神隐将以发人深思的方式探讨权力 控制和个人成长等主题 当然 一部剧的强大程度取决于其演员阵容神隐 汇集了一批出色的男演员和女演员 赵露斯在行业内已经崭露头角 以她多才多艺的表演技巧而闻名 凭借她的魅力和才华 她完美地适合扮演故事的中心角色 加入她的是一批强大的女配角 如张浩浩和红灵和婴儿 她们肯定会带来令人难忘的表演 除了女演员阵容 神隐还拥有一位有潜力的男主角王安宇 她的加入增添了对该剧的期待 王安宇以前的作品赢得了她的忠实粉丝 她与赵露斯的默契有望成为该剧的亮点 此外 男配角李云锐也将以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展示自己 丰富了整体演员阵容 总的来说 神隐呈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组合 结合了出色的制作团队 卓越的艺术指导 独特的情节和令人着迷的演员阵容 该剧部拘泥于传统 愿意在古装剧类型中探索未知领域 这种新鲜和令人兴奋的尝试令人耳目一新 随着首播日期的临近 观众的期待之情逐渐显现 神隐准备好成为一部必看的剧集 经验丰富的创作者 引人入胜的叙事和出色的 演员阵容的结合使神隐成为了一部值得关注的剧集 赵露丝和王安宇在屏幕上的默契 以及非传统主仆关系的探索 足以吸引来自各个领域的观众 那么 你会观看神隐吗? 该剧的独特处理方式 以及令人期待的引人入胜的观看体验 无疑使其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选择 无论你是古装剧的粉丝 还是仅仅在寻找新鲜和令人兴奋的 观看内容 神隐都有望兑现其潜力 吸引观众热切地追看所有40集 不要错过中国电视界 可能会迎来的下一个重要作品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在结束这段故事之前 让我们再次深入探讨 神隐这部令人兴奋的影片 以及其成功的原因 首先 我们不能不提到这部剧的出色演员阵容 特别是赵露丝的出色表现 他在饰演角色阿姆时的情感深度和才华 使他脱颖而出 为整个剧增色不少 而除了赵露丝之外 还有众多优秀的演员们 他们的精湛演技为故事增色不少 令观众们陷入了深思 此外神隐的成功也要归功于 剧组的辛勤工作和才华横溢的制作团队 导演 编剧 艺术总监 以及许多幕后工作人员的合作 使这部剧成为一次视觉和情感的盛宴 他们的努力和付出 确保了故事的完整性和质量 让观众沉浸其中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剧情的独特性 神隐摒弃了传统的套路 勇敢地探索了新的叙事方式 这部剧的独特情节和布局一格的主仆关系设置 让它脱颖而出 为观众提供了新鲜感和惊喜 最后 观众的热情和支持是神隐成功的关键 这部剧的独特之处和情感深度吸引了数百万观众 他们的喜爱和分享使得这个故事得以在Tuncan Video上展露头角 在结束之前 我们想再次表达对这部杰出影片 以及所有参与其中的人的敬意 让我们期待着未来还会有更多精彩的电影和电视剧 继续在娱乐世界中创造不朽的故事 感谢您的收看 再次告别 期待下次与您相见 by bwd6